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的课程电力电子导论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为各位介绍电流型 换流电路与控制 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电机系郭振谦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电流型的换流电路 换流电路就是inverter 就是把直流变成交流的一种电路 那么在直流变成交流的一个电路过程中 有两种基本的形态 第一种是所谓的电压型的一个换流电路 它是把直流的电压换成三项的交流电源来使用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所谓的电流型的换流电路 它的直流电源的部分呢 可能是一个电流源 它不是一个电压源 它在某一种形态来说 它是以电流源的形式存在 所以在这种属于电流源的直流电源之下 我们想把它转换成三项的或者是单项的这个电压或者是电流源来使用 我们就需要用到电流型的换流电路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除了介绍电流型换流电路以外的基本架构与原理 我们也会稍微跟各位分析一下 在我们这些换流电路当中有很多的开关元件 这些开关元件其实都需要透过一些控制讯号来告诉它说什么时候你该打开 什么时候你该关闭 也就是所谓控制电路的部分 控制电路的设计对于一个电源转换电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也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控制电路的一些基本概念 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分成几个单元 第一个我们将为各位介绍电流型换流电路的一个基本结构 跟基本电路的样式 它的组成元件等等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为各位介绍单项的电流型换流电路 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 它的电路的拓谱 以及它如何借由开关元件的导通与否 形成一个交流的电源的环境 其次我们将为各位介绍三项的电流型换流器的电路原理 在单项的使用环节 多半是在一个小的公立情况比如说家庭 那么在工业用很可能就会用到三项的交流电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介绍如何把一个单项的电流源 转成一个三项的交流电源 其次我们会介绍三项电流型换流器 在这个电路的拓谱之下 它的一个实际导通状况 它的波形状况 以及它的所代表的一些数学上的意义 以及转换的条件等等 其次我们看一下在这些开关元件 它有需要一些控制的讯号 告诉这些开关元件 什么时候该开 什么时候该关 这些控制讯号是如何产生的 让这些换流器能够正常的动作 控制电路的简介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电流型 换流电路的一个基本电路 我们看到这个图是一个全桥式的换流电路 这是一个换流电路的一个基本结构 虽然它是一个三项的 我们从一个这样的架构来去介绍 它每一个部分的组成 首先由于它是属于一种电流型的直流电源 它的左手边可能是一个电流型的来源 那么一般电流型的电源 我们为了使它的电流能够稳定 我们通常会在它的输入端 有一个串联的电感 这个串联电感器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储存这个电流的能量 我们知道电感器是可以储能的 它储能就是储电流 而电容器也是一个储能元件 它储的是电压 所以在输入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串联电感 让我们的输入电源 它可能是个电流源 能够更为的稳定 不受变动 就好像我们在过去讨论过的电压型换流器一样 我们输入是一个电压源 直流的电压源 我们就会并一个电容器 把这个电压源的电压稳定 这里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输入可能是一个电流源 我们借由一个串联电感 给它一个较为稳定的电流输出 然后我们有一个缓冲虚弓的一个结构 所以因为在这个电流源的一个架构当中 它先天上对电流做一些控制 所以它不需要像电压源这样 有一个虚弓的缓冲的二极体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元件 加在我们的电路当中 这是电流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那么其次呢 有开关的元件 这个开关元件呢 你可以一样是过去所知道的 IGBT或者是MOS等材料 也可以是一些高电流的一些开关元件 比如说SCR等等 一些自然幻象的一个开关元件 当作我们的切换的一个元件 其次我们的负载接在最后面的地方 我们透过前端的直流电流 透过开关元件的巧妙切换 我们形成一个交流电 供应到负载来 一样它在供应的过程中 由于开关的切换是ON跟OFF两种状况 所以说它的输出电流 可能是一个矩形的坡 跟我们过去讨论的电压型很类似 在电压型的一个换流器当中 它的电压输出可能是个矩形坡 我们需要透过滤坡 变成一个比较漂亮的正弦交流坡 同理在电流型的换流器 它的电流可能是一个矩形坡 或者是没有那么漂亮的一个正弦坡 于是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滤坡器 把这个不是那么漂亮的电流 变成一个比较接近正弦坡的一个交流电流 也就是我们认为比较漂亮的交流电 我们需要一些滤坡的电容 需要一些稳压的设备 其次在电流型的换流器当中 我们有时候可以不需要使用这个MOS 不要使用IGBT这种可以控制它开跟关的元件 MOS跟IGBT呢 它藉由杂集的控制讯号UG 我们如果给它一个HIGH 它就导通 我们给它一个LOW 它就截止 这个是属于可以做ON、OFF同时控制的一种设备 元件 但是在电流型的换流电路呢 我们可以只利用SCR 这种我们称为半控型的杂流体 所谓半控型的杂流体呢 就是我们给它的讯号啊 只是让它导通 我们没有给它截止的讯号 它会自然而然当电流掉到0的时候 它就截止了 所以我们没有控制它截止的部分 只要告诉它 你这个时候导通 它就导通了 至于什么时候截止 我们没有告诉它 它是自然而然到电流为0的时候就截止 所以你可以认为 它的控制能力啊 只有一半 我们只能控制它开 我们控制不了它关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半控型的 一个这个开关切换元件 这个在电流型的换流电路中 是可以使用的 在电压型呢 就比较困难 当然这些元件的优势是 各位可以想象 它只做ON的控制 不做OFF的控制 所以某些程度在同一个标准之下 同一个规格之下 它是比较便宜的 那其次由于它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控制 它可以做得比较大型 可以通过的电流比较高 比起IGBT来说 SCR能够通过的电流可能比较大 在商用市场上 可以做到比较大功率的一个切换元件 其次它的换流 也就所谓的截止的部分 我们没有截止它 它是自然而然的截止 所以它的电流要从正变成负的过程中 有利用负载换流或强迫换流两种方式 但是我们就是不会给它一个讯号 也没办法在这个情况下 它会自然而然的截止 我们不用给它一个讯号让它截止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告诉了大家一个电流型的换流电路的基本结构 我们如何透过一个直流的电流源 透过开关的元件 它可能可以是一个半空型的杂流体 SCR 控制它开 不需控制它关 它会自然的换向 变成负的电流 另外一边的导通 变成交流电的输出 这是电流型换流器的基本结构 我们也能够知道 它的一个基本电路的组成 某些时候 它还是需要一些绿坡电容 来把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电流 不是那么漂亮的矩形坡 变成比较漂亮的一个正旋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